今天纽约又下了一场大雪 大家看一下 雪还在下着 漫天飞雪 整个都是银庄宿古的世界了 这场雪跟上一场雪不一样 这场雪下的时候非常冷 现在温度大概是零下有十来度吧 估计这雪再过几天才能化了 非常的厚 大家看一下 现在街上的行人非常的少 这个车也基本上没有 可往常的话 这个地方早就是车水马龙了 不过还好今天是周末 所以很多也不用去上班 然后小朋友也不用去上学 如果是下到以往的话 这估计该紧急停课或者是紧急停工了 看到这边 很多人还在风雪中玩玩耍 也够酸爽的真是 进行的 所以 紧急停工了 OK